来,过来看 剪掉,剪掉 新芽给它剪掉 这个就是兰花的根斧,软斧 兰花出现黄叶了 我们给它剪掉是治标不治本的 剪了这根,旁边这根还会继续出现腐烂 新芽也会跟着遭殃 因为这个问题呢 不是在叶片 而是在根部 以前我们解决这个方法是用二枚林去灌根 现在呢,有了一个 更加方便,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这个千百计的小黑颗粒 使用起来呢,轻松多了 直接撒在这个花盆的表面 每次浇水或者下雨 它就会慢慢释放两个月左右 虫害呢,也不能忽视 因为土里有小虫子,啃咬根系 照样会很难控制 我们可以再撒一勺这个小白颗粒 让花盆里的小害虫无处可逃 一锅端 接下来你的兰花就很难找到 烂根软斧 也很难找到斑点胶尖烂根黄叶的问题 像绣球花的枯枝 多幼的烂根 长寿花的灰莓 还有家里面的月季 枯枝 烂根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预防